泰国九大圣僧龙婆树,于佛利2427年10月10日,在泰国一个名叫素班无礼府的小县,有一村庄名为桑碧农村,有一户商家的家里,诞生了一个小男孩,此男孩诞生时异于常人,急一出生就脸带着笑容,似乎意味着他的诞生,是来抹干世间的忧伤,给世人带来还笑,这名刚诞生的小孩,在这个家庭里排行第二,名叫低树,低树小时已显见奇特,一岁多时,一般女性见到婴儿, 总是喜欢抱起来亲赌一番,可是,低树却不喜欢女性亲近,渐渐的,人们都对低树有这种抗拒的举动而感到压抑,从此,就再也没有女孩敢抱他了,不过低树对男人,就没有抗拒之意,所以有修行者认为低树,素氏曾修犯行,你之前是不尽女色,的习气尚存,14岁时,低树的父亲不姓氏事,而身为长子的他,就负担起全家人的生计,凭着他过人的智慧,与果断的性格,领导着父亲所谓, 留下的工人,赚了不少钱,他是一个不断求上进的人,所以从来不会因略有成就,而感到自满,世事无偿于19岁那年,在买卖往返途中,经历了,闲道的劫后余生之后,令他感受到世事的无偿,现实生活的虚幻,而萌生起艳离 陈俗之心,于佛利2449年8月,低树终于如愿出家,受巨族界为僧,出家于瓦桑碧农法名为,树,堪塔沙罗,百亚曾里月百都萨为介石,僧名为龙婆树,当年他才22岁,经过多年的辛勤经商,蓄积了大量的钱财,已足够提供给母亲,及姐弟们一生舒适的生活。 龙婆树出家后的第二天,就开始跟着,庙里的经师学习禅法,并开始专研巴黎文藏经,并背诵梵文经文及戒条,龙婆树首先是在剃度的,寺庙修行了一年时间,然后前往曼谷地区的,无所佛寺,学习佛教教义的知识,其中包括了,像瓦苏泰这样的,泰国著名的大寺,当时苦行传道的时候,曾录过一所破旧的老庙,瓦拍石马哈塔,决心为寺庙修缮简陋的,内堂以及兴建新的佛像,到后来, 龙婆树还在寺内教导善信,及弟子如何作禅,以及如何误佛,这样子一所简陋的小庙,在龙婆树的管理下,变得生机勃勃,销火旺盛,善信的数量越来越多,这也一下子让当地的镇长,产生了妒忌之心,因不满龙婆树成为,当地大部分善信的大师,导致其他寺庙变得冷清,因此镇长专门前往寺庙,向主持师傅投诉龙婆树,被逼无奈之下,龙婆树离开了,并回到了家乡的, 瓦双铁梁佛寺继续修行,于佛利2459年,瓦切杜逢的主持,顺德白瓦那拉,推荐龙婆树担任,瓦白懒的主持,自从龙婆树出任,瓦白懒的主持后,经过一番大事改革后,使瓦白懒成为了,曼谷的模范寺院,人们为了敬仰,龙婆树的功德,于是就称呼龙婆树为,龙婆瓦白懒,流传至今,初期,龙婆树在改革瓦白懒时, 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和压力,曾经有一个夜晚,龙婆树完成讲课之后,正要步行回僧舍,沿途经过一条黄昏的小径,身旁跟着了两位在家弟子,然而在阴暗的角落里,正有一名杀手,举枪瞄准了龙婆树,杀手连续开了两枪,两颗子弹都穿透,龙婆树的袈裟, 却又不知何故,再从袈裟里穿出,擦伤了,跟随在后的两位在家弟子,而龙婆树却安然无恙,龙婆树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尊敬,加上后来,其亲至佛牌的诸多神迹,龙婆树的名字,慢慢地传遍了整个东南亚,很多泰国以外的外国人,都会特意前往白懒寺,去拜见龙婆树,更是有不少的僧人弟子,会去向这位高僧,学习禅作与佛礼,佛礼2493年,为了扩建佛四级禅社, 龙婆树亲自多造加持了,自己的经典圣物,第一期白懒佛牌,这期佛牌成为了当时善性,对寺庙捐款后的结缘之礼,也在后来,变成全态顶级的招财党显圣物之一,后来,龙婆树又相继在,不同年份里,制作了第二期以及第三期的白懒佛,特别是第三期的白懒佛在,佛礼2499年制作完毕,因为前两期的白懒佛,特别容易损坏,所以这期白懒佛牌吸取了,制作前两期, 财质上的弊端,在异岁这个问题上得到了很大的解决,也在龙婆树亲自的,这三期白懒中,成为了最为适合佩戴的,一期白懒佛牌,龙婆树圆祭之前,叮嘱勿将它的遗体焚化,让它圆祭后,尚有机会帮助寺庙,所以龙婆树的遗体,就被安置在佛堂里,吸引众善性前来礼拜致敬,借以协助瓦白懒保持繁荣, 于佛历2502年2月3日,龙婆树在曼谷的瓦白懒佛寺元祭,是寿74岁4个月,僧历53年,得封第一等级僧位,点个关注,带您了解泰国南传佛教。